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及西方国家要开始查封 或者冻结海外贪官的资产及其私生子女了 这是前两天在Wallroom的Steven Bernon说的 然后的话,某些个高官在私下里边 或者上Wallroom或者上GTV上也说过 或者和郭先生的话,郭文贵先生的话 你给他打电话聊过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的话,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 海外追责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了 所以查封海贪官子女的资产及其私生子女的资产 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要不那些财产损失 西方国家上谁去找 经济又崩溃了 那么多人的失业 所以政客的话呢,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要把钱给弄回来一些 弄回来一些呢,包括什么加关税呀 或者是查封中概股的资产呢 或者是海外那个什么中资企业呀 或者是国有的资产呢 但是呢,海外贪官的那个资产和私生子女资产呢 也是其中的一大笔 所以的话呢,这个一定是势在必行的 这个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太高兴了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海外的这些个 作为我们小老百姓的华人来说 哇,我觉得 美国越早行动越好 估计是很快很快了 因为他们都已经在war room 在很多媒体上 一些议员都已经发出了这个声音 但是他们作为美国或者西方国家 是怎么能拿到这些贪官的资产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买房子啊 然后的话FBI就能来调查吗 CI就能调查吗 银行账户里的钱就能随便调查吗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吧 那这贪官子女的这些个资产 他们是怎么拿到的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在两三年前 就是郭文贵先生 从2017年的1月26号开始爆料以来 一直到后期的六七月份 接受明镜电视的专访的时候 就已经报了一些海外贪官子女 和私生子女的这个信息 他说的话呢 在明镜专访郭文贵第六期 就是2017年9月19号的时候 他又说在澳洲就有超过800个 原来他最开始说的是600个 后来的时候 再加上别人又给他的一些信息 就有超过800个私生子女的资料 包括马云在洛杉矶的私生子 我们上次说了 马云在洛杉矶是有私生子的 然后的话呢 他怎么样能拿到这些个贪官的 还有私生子女的资料呢 他的团队 其实的话呢 他以前有说过 就说得有个香港人呢 他让这个香港人包括他调查呀 他每一次给多少钱呢 我这个的话呢 我今天搜了很多的这个视频 没有搜到是在哪一期 但是呢 他一定是有的 他就曾经说过 有个香港人还被人给盯上了 盯了好久 就是为了调查这些贪官的这个资产 然后呢 不只是这个了 还有 我估计肯定不是一个香港人 或者几个香港人 肯定还有一个团队 他这团队的话呢 他说了 都调查哪一方面 从出入境记录上 纸模 赌场 一些贪官的子女们 肯定要去赌场了 中餐馆 还有的话 只要盯住女人盯住钱 就可以了 还有呢 医院的记录 你总有出生记录吧 然后呢 尤其是出入境记录和医院的记录 他只要是说 医院说 谁有谁 谁哪一个贪官子女的 那个私生子女 或者贪官的那个信息 你给我 他跟他以前的消息一核对 就能拿到这些个资料 我们知道的话呢 就是有一次 他报了那个海航七八七 出入境的那个记录的 那个那一期 两天三天吧 就给 就是所有YouTube上 就全都删的光光的了 就是那一期上 那一期是 飞机上有几个人 然后的话呢 那个飞机都到过哪 曾经飞机上大概装了什么东西 那个说呢 他就是买的这个资料 不只是买的了 然后呢 有一次央视 就曾经说抓住了一个人 然后呢 郭文贵给了这个人的钱 然后呢 他是一个专门管出入境信息的 央视从侧面就证实了 郭文贵先生呢 是花了很多钱 来买这些方面的资料的 就是比如说 这些贪官的亲戚啊 不能叫亲戚吧 远方亲戚吧 或者朋友啊 同学知道这个信息 偷偷的就把这个信息 给郭文贵先生 郭文贵先生就可以 给他们钱 而且的话呢 他在很多次上 比如说在2019年的 1月26号 他在那个直播上 还呼吁着 让一些人 装成什么扫地的 打工的 端盘子的 做保姆的 都可以去收集海外贪官的账户 他如果能收到 就可以兑换陷阱 他也在上面 花了很多很多钱 但是他还说 有一个澳洲人 本身就积累了6年的信息 贪官的信息 就无偿的贡献给了郭 郭文贵先生 因为什么的话呢 就是海外贪官 就是把我们中国老百姓 创造了这么多年的财富 全都被他们据为己有 还一直在欺压我们这些的老百姓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的很多人 从心里边就已经就是 恨得牙痒的 所以很多人就已经 暗地里边有这方面的信息了 知道郭文贵爆料的时候 就立刻无偿的给了他 这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的话呢 我觉得另外一个 是在2018年12月29号 郭文贵先生接受路德访谈的时候 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叫91号文件 在那里边他提到了马健先生 我们所有知道郭文贵先生爆料的 或者看什么财新网啊 BBC新闻啊 纽约时报中文网啊 什么德国之声啊 新京报啊 华尔街日报 所有的西方的中文媒体 英文媒体 尤其是国内的中文媒体 全都报道了 国安部副部长马健 跟郭文贵先生的关系 是多么的密切 什么马健指控郭文贵 什么马健把郭文贵 怎么怎么样子 就是说的 你只要看这些个消息 你就知道了 郭文贵先生跟马健先生的关系 是多么多么的密切 可以说是他的铁跟尾 曾经有一期 在马健先生入狱之后的话 他专门做了一期 谈马健先生 在那一期的话 他还落泪了 那他真是 就是一个重情正业的男子吧 就是说 从各种 就是央视也好 财新网也好 就是各种的媒体当中 我们就知道了 马健先生和郭文贵先生 就是有点类似于生死之交吧 所以的话呢 马健先生在林被抓之前 他也知道自己要被抓了 就肯定就把一些重要的信息 就给了郭文贵先生 这个重要的信息就包括 91号文件 什么叫91号文件呢 就是由江泽民亲自部署和签署的 就是马健在安全部的这几十年来 就是说可以合法的 调查所有当官的 性爱的视频 性爱的关系 海外关系 子女留学 私生子女 财富转移 内斗 监听 录像 全部都包括在里面 就是说 这从自从江泽民上台以后 他就发布了一个91号文件 这个的话呢 是由马健安全部牵头的 马健副部长呢 来负责的 所以的话呢 郭文贵先生说 马健也是因为这个入狱了 因为他知道太多太多人的信息了 说呢 这里边的话呢 有200个Gb 这200个Gb呢 只是其中的1% 文件呢 就有数十万份 他说在海外的话呢 这些所有的信息都在海外 没有郭文贵 谁都拿不到 郭文贵肯定是能拿到 肯定是马健先生 把这个信息给了他了 我们就说马健先生的话呢 他是怎么任职的话呢 他为什么这么牛呢 因为马健先生是唯一一个 在公安部和安全部 就是国安部了 过去30年来 在这两个战线工作的 唯一的一个人 他既在安全部也工作过 也在国安部工作 过去30年来 一直是在这两个部门工作 公安部的话 就是反谍系统 所以的话呢 他知道 所有海外情报人员 马健先生曾经在 7局 8局 12局 17局 全都工作过 就是全都是归他管 那个时候 所有的海外情报 间谍系统他都知道 所以的话 我就知道 郭文贵先生的情报来源 为什么能那么厉害 就是我估计是 马健先生 把他的情报网 这些情报人员 全都给了郭文贵 那时候 就是马健先生 就手下的那些人吧 因为我想 国安系统 有的时候 是单线联系吧 一个一个往下联系的 然后呢 马健先生被抓了 然后的话呢 大家也都从各个方面 信息知道了之后的话 会怕暴露 但是呢 也害怕有一天 被杀被灭口 所以的话呢 也就投奔了郭文贵先生 我想的话呢 所以郭文贵先生的情报 才那么准 而且他多次的说过 我呢 不是口泡面 什么什么 也不是怎么样 我所有的东西 都来源于情报 精准的情报 我想的话呢 就是与他 跟国安部 马健先生 这种亲密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的话呢 郭文贵先生 在北京盘古大关的话呢 就是说的 大家知道了 盘古大关 就是 有一个国安部 有一层楼 都是在盘古大关办公的 所以的话呢 你想一想哈 所以很多国安部的信息 他也是知道的 再说 马健先生的话 我们再接着说哈 他是唯一一个中纪委 多年来指定的 对党内的腐败的 重案 重大 重案和要案 进行调查的人 他有一个行动队 这个行动队呢 他是有枪的 他以前呢 关贵先生 一个高辉先生 也是其中的之一 所有的话呢 所有的大案要案 没有马健先生 不知道的 所以的话呢 这些大案要案呢 我想肯定都是高官了 高官的话呢 就是一般来说 是牵连子女啊 亲属啊 下属啊 同学牵连一大堆 但是总有没被牵连的 或者就是 第一个高官 被抓起来之后的话 他的亲属不能 第二天就被抓吧 肯定得隔一段时间 所以这些亲属 所掌握的一个资料 估计也给了这个 马健先生 或者是给了 郭文贵先生 就是说的 所有的大案要案的话呢 马健都知道 那么呢 马健一定是把这个大案 和要案的话呢 也给了郭文贵先生 郭文贵先生的话呢 肯定是在这个大案要的 某些卷宗 或者是某些个 人员吧 所以他会 那些人员也会主动 跟他们联系吧 所以的话呢 他就知道 这些贪官的子女 和这些 私生子女的信息吧 他说澳洲就有八百多 那美国是不是更多 加拿大呢 香港呢 他以前说过 香港其实最多的 私生子女是最多的 现在我们就说这个事情 既然 郭文贵先生能把这些说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么多年来的话呢 这三年来 他一直在跟美国合作 所以的话呢 而且他曾经在2017年 爆出了什么 孟建柱啊 孙力军啊 一些银行 还有王剑啊 一些银行账户 余额的信息 过几天呢 我快有时间 我会把孙力军的 这个消息给弄出来 就是那些 银行账户的余额 或者是财产 买房子的信息 这些信息的话呢 如果就是 尤其是账户的余额 我们知道 银行是有保密的 不可能随便都调查的 没有国家最高的那种机构 权力机构授权 或者情报机构授权 你是不可能调查某个 在海外的某人的 银行账户余额的 所以的话 他就早就跟这些某些 比如说五眼联盟 这些国家吧 什么澳洲啊 加拿大啊 美国啊 英国啊 新西兰啊 这些国家的 这些情报机构 早就有合作 所以的话呢 美国 加拿大啊 澳洲啊 什么新西兰啊 什么欧洲啊 这些个国家呢 一定掌握了 这些贪官的 这些个子女 还有这些私生子女的财产 和信息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特别特别高兴的 要看到这一天 然后的话 把这些所有的 这些财产的信息 全部都公布 但是这里的话呢 我就 还有一个觉得悲哀的 一个地方啊 就是说 既然这些贪官 把他们海外的财产给 全都没收了 冻结了 然后的话呢 来赔偿这次 冠状疫情的这个损失 那么呢 这些贪官在国内 搜刮老百姓 肯定就更重了 更重的话呢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税 可以上了 估计房地产税 就要来了 那大家说 哎呀都失业了 怎么可能呢 但是还有没失业的 只要你有点钱 这骂着 就是说也是肉 是不是 就像参考农业税 农民都那么那么惨了 农业税 一直收了多少年呢 然后还有计划生育啊 就是农民 很多都是说的 超生啊 但是把你房子扒了 牛和羊啊 他也可以拉走啊 所以的话呢 不要想象说的 哎呀我没钱 房地产税就不会收 那是不可能的 他最后的时候 把你积压 额给你拿走了 这个 他都可以 那个什么 执行计划生育 或者是呢 就是说的 收农业税 最后取消农业税 也就是因为 好像是江西 还是哪 忘了 然后的话 就是把那个收税的 那干部给活埋了 之后才取消的农业税 就是把农民 实在实在是逼急了 农民 多惨多惨 比那种啊 就是在 城市里边 有几套房产的 那个中产 要没钱的多吧 都一样收农业税 所以的话 房地产税 一定会提上 议事日程的 他从墙外损失 一定要回墙内捕的 所以的话呢 老百姓 你就是说 一定要供养我们 这些贪官 贪官可能就是 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嗯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 嗯 好 拜拜 拜拜